敲开影桥吊挂至一旁 趁台风杜苏睿还没来袭 台北市府上午先撤离大家码头 河滨设施 暴雨的话会造成红索会上升 水位会冲刷我们的河道 然后包含一些设施都会有一些损坏 那造成我们的防御安全 台北市河滨十座码头影桥 两座福童码头跟警官厕所 货柜等通通要撤 市长蒋万安严正以待 上午市正会议交代各局处 清浴水门等准备工作都要完成 也请台大气象团队进行报告 山坡地液淹水的区域等等 都务必要要求同仁来落实 巡查跟巡检 不是只有数字的回报 但北北基桃改朝换代后 四位市长都是国民党籍 台风架也手动纳入桃源 从原本的北北基扩大为 北北基桃共事决 只是前一天讲完说法很保守 我们其实循着北北基基友的机制 我们会造成这个机制 来判断停班停课 那当然我们也会跟桃源 保持相关的联系 因为终究我们也是一个 共同的生活圈 虽然是共同生活圈 但范围更大 只怕要不要放台风架 更难决定 因为过去踩北北基共事决 在2018玛利亚台风时 就出现第一次 北北基上班课不同调 哀哄一国多志惹名怨 如今改成北北基桃 是否四个城市上班课都一致 其实还是有预留弹性空间 食物上也会依照具体的 这个天气的预报 整体的生活圈的状况 然后也根据这个停班停课的 相关的办法来做最具体的判断 共事决还是保留不同步的可能 北北基桃共同生活圈 莱茵首长要当命运共同体 未来台风架怎么拍板 结果也得共同承担 TVBS新闻 周一峰的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接下载TV 接下载TVBS新闻网